我在Hamilton Island的Golf Course 就是這個島,Stand Island 是一個18棟然後71標準桿的一個球場 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要去打高爾夫球 然後在Hamilton島這邊的高爾夫球場超酷的 它是一個海島型的高爾夫球場 然後所以從Hamilton島你要去高爾夫球場的話 要坐船大概10分鐘 然後如果你有訂那種打球啊 或者是去那邊吃午餐 你的船票都會是包含在裡面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要去它的碼頭 然後待會船就會過來接我們過去 大概坐10分鐘的船,船程就可以到 然後我們會先在那邊吃個午餐 然後再開始打 今天我們就打9棟的就好了 我們要登船了 這個就是去Dance Island高爾夫球島的船 哇 往Dance Island前進 Hamilton Island Golf Club 船到了以後它會載你一上來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先吃一點午餐 然後再去打球 或者是如果你打到一半 想回來吃飯也可以 然後如果你不打球的話 它主要也有一個Lunch Package 你可以來這邊吃那種兩道式的套餐 然後還會有人帶你 開著Buggy 就是高爾夫球車 環島一周 然後看看風景 因為這邊風景真的超美的 出發了 出發了 我們往第一棟前進 這個球場每一棟都有三個不同的開球點 分別給專業的球員 男生和女生的開球點 每個開球的距離和難度都會不一樣 那我當然是要去女生的開球點啦 一定會不會來我 看你怎麼玩 你都在玩樂 你都在玩樂 哈哈哈哈 漂亮 超飛山欸 很猛 超美 球打不好也沒關係 負責看風景就可以了 我打到沙坑你了 哎呦 可以 自己說 自己都驚訝了有沒有 接著要去挑戰第九洞 是我每次都打不過去的一個 因為要打過一個湖 會有一點心理障害 我越過樹了耶 我越過那棵樹 所以球在哪 如果你愛打高爾夫球的話 這個球場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球場 是明星球員Peter Thompson設計的球場 如果不多帶點球的話 球很容易就因為打偏找不到喔 如果不是很會打球也沒關係 在風景這麼漂亮的球場 會擠乾 一邊拍拍照也是很棒的享受 如果不想流汗的話 可以參加他的午餐套餐 在高爾夫球俱樂部享受兩道式的西餐 然後再開著Buggy多多風 暗暗相機快樂 Dent Island 除了吃飯和打球這兩種玩法以外 不定期還會有Dent Dash 跟Dent Yoga的活動喔 可以用城跑和瑜伽的方式 欣賞這個小島的美 所以如果來Hamilton Island玩的話 不妨選一種適合自己的活動 玩完Dent Island吧 MING PAO TORONTO